今天我看到了这么一个新闻 是俄罗斯驻华大使 在官方微博 他发了一个 今天是弗拉迪沃斯托克 弗拉迪沃夫托克 这个字太难念了 建成160周年纪念日 说的这么复杂干嘛 其实就是海参崴不就可以了吗 曾经那是中国东北出海口 现在被堵住了 已经被俄罗斯给占领了 有位网友挺有才的 他在这边说 按照中俄北京条约规定 应该在图门江入海口 左岸设置污渍戒备 俄罗斯应该归还 中国图门江入海口的土地 底下俄罗斯驻华大使 来了三个字 少废话 我记得俄罗斯驻华大使 应该是东北人 真的是东北人说话 还是挺直接的 少废话 这就在这么一个官方微博的下面 就来这么一句 看似我刚刚讲的是一个 时政的话题 实际上今天的话题是一个环保的话题 我现在就要由时政节目转到环保的节目来了 我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觉得像那些中国的土地流失了这么多 未必是坏事 未必是坏事 真的 当然了 俄罗斯这个国家 我是非常讨厌的 因为它不像日本 日本它占了中国的领土 它把这块领土它好好经营 日本当年占领东北建立一个维满洲国 是吧 人家就好好经营 结果在东北的维满洲国 它的GDP成为了亚洲第一 不仅工业发展起来了 甚至说发展起了自己的本土文化 但是后来这些文化都被淹没掉了 因为现在人民普遍的意识 那是一个汉奸文化 所以说都没人去问 你要是在谷歌上去搜索李向了 你听他唱的歌 非常好听 那就是维满洲国时期的文化产物 好了 不扯远 我就是说 日本它占领中国的领土 它会用心经营 但是俄国它占领中国的领土 它不去用心经营 但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就遭殃了 什么海兰炮 江东六十四层 海神瓦这些地方 屠杀 他是赶尽杀绝 他是采取一种种族灭绝的政策 从这一点来说 我永远我都不会对俄罗斯这个国家 对俄罗斯这个民族有好感 他欠中国欠的太多了 如果说俄罗斯他占了这块土地 但是他对于这边土地上的汉人 他很友善很友好 那我的印象就不会这么坏 那么换一个角度去看俄罗斯占中国的土地 从哪个角度看呢 就是说从环保的角度看 因为我之前的节目 我用谷歌地球 我放大了俄罗斯地区跟中国地区 做一个对比 就能够看到 中国的领土 基本上都被开发了 俄罗斯这边一片翠绿一片原始 从国界来看 非常明显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人对待自己的这种领土 自己的这片土地 他不会非常的爱惜 中国的环境污染是非常严重的 你特别是在长三鸟 猪三鸟 还有金金堂地区 还有以及那些全国的一线城市 你看看有几个城市的河是轻的 很少很少 当然了那些偏远的地区 那些经济没有发展起来的贫困落后地区 环境还得以一定的保护 只要一提经济发展 那么环境就惨了 结果就开始各种各样的过度开发 高消耗低产出 造成了大量的污染 我如果说中国人是地球上的寄生虫 大家心里都不舒服 我自己我也觉得这样说不合适 那我换个角度来说 整个人类都是地球上的寄生虫 这样说大家心里应该就能接受了吧 其实这很好理解 人的身上可能会有一些寄生的东西 比如细菌病毒 每个人身体里面都有 不管是健康的不健康的都有 动物也是 动物的身上也有一些寄生虫 也有一些什么病毒之类的也有 这是在一个微观层面 你要是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去看问题 整个人类它就是等于说是地球上的寄生虫 因为这一次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 它让我产生了一些思考 就在之前的前几个月 整个地球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低功耗运营的一种模式 也可以说是休眠模式 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能趴着就不坐着 能坐着就不走着 大街上汽车少了 天上飞机也少了 海上轮船也少了 结果造成一个什么现象 巴塞罗那的港口海豚游回来了 少了人温的污染 大自然重新散发活力 我门口的树几个月没修剪 那个支支漫漫长得跟丛林一样 这就说明平时人们对于大自然索取的太多了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有没有人 大自然它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但是大自然如果毁了 人也就没法生存了 是这样一种依存关系 而对于环境破坏环境污染 我觉得中国大陆这一块做的有点很过分了 因为环境污染太严重了 没法做到一个有序的发展 之前看一部日本的电影 日本的林业 他们都是说自己这代人种的树 要留到一百年后给后人去采伐 他们的眼光是非常长远 但是中国这一块为了追求经济利益 就非常的急功近利 很多山都是被砍突了 要么就种上一些污染比较严重的安树 中国的南方很多地方种植安树 对于环境的破坏是非常的严重的 而且现在全国就这么多地方 洪涝灾害我觉得也是一个警醒 我觉得大家需要去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还要去觉得人定胜天 一定要去改造自然 而不是去顺应大自然的规律 所以说到处去拦河修坝 本来的出发点是想要去雨季蓄洪 然后旱季灌溉 结果反了 旱季你要蓄洪发电 雨季为了保住大坝你还泄洪 不仅没有创造实惠 反而成为累赘 这就是中国现在很多地方 它就是这样 中国人需要好好去思考一个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换个角度看看美国 上次我在谷歌地区上不是一个不小心搞到了伊阿华州吗 你看这边的农田放大了之后 全部都是方方正正的 豆腐块一样整整齐齐的 整整齐齐的伊利诺伊州 印第安那州这边的土地 这边的农田规划的非常好 这就让我想到了一个历史的典故 以前美国它仅仅只是一个沿海13周的时候 它的领土是非常少的 后来它从法国的手上买下了路易斯安那 使得美国的领土扩大了一倍 路易斯安那就是这一块 当时美国的路易斯安那有几千万头野牛在奔腾 当时的印第安人对于这些野牛的 他们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他们就是需要食物的时候 会适当的去猎杀几头 然后补充食物 当他们不需要的时候 就不会去过度的去猎杀 可以说印第安人跟野牛是和平共处了 直到白人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 现在美国的大平原上再也没有野牛了 都被杀光了 那么美国他们对于大自然 他们在历史上也曾经大肆的破坏过 特别是在上个世纪初 破坏的是比较严重的 后来到了四五十年代 美国人突然之间意识到 环境被破坏的非常严重了 结果美国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保护环境了 环境是要保护 经济也要发展 只是在这两者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 千万不要说那种先发展后治理 你发展起来了 你给子孙留下什么 给子孙留下一个破败的山河 到处都是污染 所以咱们换个角度来看俄国 他占领中国的海参丸 占领中国的外星岭岭大部分国土 你要是从一个文明发展来说 他在占领的过程中 对于这里的汉人实行了一种种族灭绝的政策 在这一块我是不原谅的 我觉得俄罗斯 他是欠中国人太多了 再换一个角度 这片领土 他被俄罗斯占了 他没有被过度的开发 这也算是一种环境保护 有时候我看着中国这个版图 我就想 幸亏蒙古他独立出去了 要不然现在的蒙古哪还有草原狼 在内蒙古基本上是很难看到草原狼了 以前打狼都把狼给打跑了 现在的内蒙古草原千疮百孔 我如果说要让大家去思考一下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不会喜欢这个主题 但是这确实是我今天想说的话题 我也不管今天的阅读量是多少 有多少人喜欢看 这是我的心里话 我把它说出来我就舒畅了 好吧 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